哈喽,我是Space 好久没有跟大家更新Tarkov的最新资讯了 之前德国那边的Tarkov社群跟Nikita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访谈 主要关于一些游戏未来的发展 我就挑一些重点让大家知道 用药过量的负面效果将会在未来加入游戏中 就是如果你在场内用了大量的注射机或是止痛药 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负面效果 有机会会影响到角色的行动、听力或者视觉 除了Street of Tarkov之外 还有其他的地图在制作中吗? 有的,Lighthouse,灯塔正在初步的制作阶段 而这个地图将会和角色开始的地点有关 现在的猜测是Lighthouse有可能是用作新手教学的地图 或者是未来在开放世界中USET的触发地点 当然这些只是在猜测的阶段 现在Tarkov里的眼镜都像装饰一样 未来将会有保护的作用吗? 有的,眼镜、墨镜等等会对你的视野有影响 而且墨镜可以减少闪光弹的作用 除了现在有的Scaf 未来将会加入更多的AI种类 譬如UN军队和邪教分子 这些AI将会在地图里到处跑 不会像Scaf一样守在特定的位置 可以估计到邪教教徒身上会有一些稀有的物品吧 这次的访谈提到了这个字DLC 就是未来最佳道游戏的附加内容 首先是有辐射的地方将会在未来DLC加入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Clan System 在中文大概是族群或者工会的概念吧 就是在同一个Clan的玩家 可以放一些物品到工会的仓库里 让会员使用 这个系统已经确定会加入到游戏里了 它会真的以DLC的形式加入还是翻译的问题 需要再确认 大家在买游戏的时候 应该也会挣扎过买最贵的UD版本还是普通版 而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就是DLC UD版本已经包括了未来所有的DLC了 而普通版的玩家就要在未来另外买DLC Clan System如果真的是DLC的内容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更新 如果出的话我个人是一定会买这个DLC的 如果再用普通版的玩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在特价的时候升级UD的版本 因为很难说未来单独买DLC的话要多少钱 如果我知道更多DLC的资讯会尽快告诉大家 最后就是游戏引擎将快更新到 Unity 2019 将可以改善譬如Interchange室内的迷雾问题 因为现在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到 好了以上就是德国那边跟Negita访谈的重点内容 喜欢频道内容的话记得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